把人家那個蒙在鼓裡面 所以有一天呢 就趁著那個老公又去跳舞 自便他自己不去跳 他跑去跟他老婆講 你們老公 你們老公比較注意 每天陪人這樣跳下去 吹在黏筋 唱在夢靈 講得很委婉 而且試圖用佛法 他試圖講一些佛語 來讓他自己動物這樣子 那老婆聽了就勃然大怒 當場 當場無法克制情緒 因為其實你這樣子 直接殺到公園去 總是就是要視破臉了嘛 就等於心童去抓劍的意思嘛 當場是從廚房拿著一把菜刀 然後因為公園不遠 那個如果走了要20分鐘 跑的話大概8分鐘就到了 真的假的 他就拿菜刀殺到公園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要死不死 正好他老公呢就是 吐風舞分很多種 吐風舞有時候 隔得很遠也可以跳 有一種是那個 事實上 稍微有距離那種 剛好那時候音樂 就變成Bruce那種音樂 所以那個老公 就跟那個所謂的那個狐狸精 是緊貼在一起的 然後跳到昏然忘了 所以當場那個老婆 因為菜刀不能砍人 總是這個會出人命嘛 菜刀一扔 公園不是泥沙最多嗎 抓起一把泥沙 馬哈 就扔過去這樣子 然後整個事情 就這樣子宣騰開來了 然後大家就斷定說 這對夫妻會離婚 沒有想到 果真是床頭草床尾河 過一個禮拜以後 他們兩個可能又談好了 因為老公也願意 把房子過給他 然後可能也花了一點錢 然後在他面前又發誓 什麼有的沒的 兩個就和好了 一和好的時候講話就不一樣了 那個據鄰居表示 但是那個老婆 那老婆本來是外遇的受害者 對不對 有一天還跟老公撒嬌 老公 那個阿霞怎麼那麼壞 阿霞幹嘛說 你在跟人家跳土豪 我摸來摸去的 真是的 虧我還跟他那麼好 我就開始在 在講那個阿霞了 那阿霞本來是聯誼會的人 搞得全聯誼會的人 就覺得阿霞你這個大嘴巴 這種事情就暗藏 你把他拿出來 那搞得我們聯誼會 形象也不好 結果聯誼會的人 也排斥他 所以完全的這個公斤辨識